在香港每个人都说要做专业人士 的确行专业人士这条路 其实各个好处是非常多的 比如收入稳定 你的career path很清晰 你知道每年薪金会是多少 十年之后薪金会是多少 很多专业人士 例如护士、治疗师 其实他的起身点 就是说你一毕业立即入行 其实都三十几k起跳 三万多元起跳 所以每个人升学的时候 条件都是那一科毕业后 有没有个专业资价给我的呢 但这段影片想跟大家谈 就是根据我自己几年的经验 可能我自己的朋友 聊天 或者可能有些学生 他们的一些经历 究竟成为专业人士的代价是什么呢 当我有专业人士这些高薪厚职的时候 究竟我放弃的是什么呢 这段影片就跟大家一起谈一谈 第一个方面 就是在你职业生涯的体验 当你做一份工 第一年第二年你就说有新鲜感 你觉得很棒啊很爽啊 我第一次尝试那样东西 但这一种新鲜感 一定是会随着年月而逝去的 当然我做专业人士的时候 通常有个term叫做till point till point的意思就是 我的人工是会随着我的年资 每一年每一年加上去 例如如果你问一些老师 即是在日后里面教的老师 就会知道了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去转行的 可能他做了十年 即是三十多岁左右 其实他的月薪已经去到四五十k左右 如果去到那个时候 他再转行 即是他不再做日校老师 可能他转去做商界 或者其他行业 其实他的人工分分钟是减一半的 但当你的人工是四五十k的时候 你的生活水平无可避免是会随之提高的 或者可能甚至你要养家 你要养妻活儿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那么长一年资 你是根本上很难去转行的 所以变成你人生的career path 就会随着你的专业人士的行业 所以回到一个主题 就会继续令到自己在职业生涯里面的体验 就会很少 而且你都会没什么新鲜感 很多人都会说 可能你中间会升职 或者你会转不同纲位 当然你可以透过转换不同的纲位 在学校里面 或者在你的行业里面 转换不同的纲位 而得到一些新鲜感 但这种体验 就一定是不会足够你不断转行 你整个行业转了那么多 所以你在考虑 是不是真的要做专业人士的同学 就要想一条问题 究竟我是不是想在这个专业里面 投放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加多的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 衰点那句 你进去就可能回不出来 但当然有些exceptional cases 可能他们会做到今上下 移民 或者可能有其他的发展 但代价相对来说是大的 因为他们本身是专业人士 第二点 其实跟第一点都有些相关 近年来很流行一个concept 就叫做职业的卷台 英文就是job burnout 就是指说 当我们长期做同一种工作的时候 可能在职业上会出现一种 很疲倦的精神状态 而我自己觉得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其实就更加大机会 是会出现这一种状况 原因就是因为 专业人士 为什么叫做专业人士呢 就是因为 他有些东西 他是重复地做得很好 当我们重复地做一些东西 做得很好的时候 代表我每天 很普通 很重复性地做一些东西 虽然在别人眼中 我们可能做一些东西 是很pro 很专业的 很专业的 但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要重复地做那样东西的时候 即使那样东西 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很厉害 好像很厉害 但当你经常都要重复地做 但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有苦自己知道 可能你说 那要做一个career break 或者可能转一转工 但我刚才说的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其实他要转工 或者转行业 他的机会成本都很大 可能你带一个career break 然后因为人工的原因 你休息一休息 都是做之前的工种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觉得 休息一休息 然后即使做同一工种 其实都OK 只不过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 如果他要转一转份工 其实他做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士 所以他做的事可以完全不同 他直接转了行业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出现这个职业卷态的情况 那个机会就会低一点 但其实又没有的 每样东西都有得有失 就是等价交换 你要有专业人士的身高良准 有时有些代价是必须要付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段影片帮到大家 不妨给个like 或者subscribe 都会帮助我继续做类似的影片 那未来再会和大家拍片 去谈一些 例如关于职业生涯规划 或者是英文认识技巧 或者其他相关的topics 希望下段影片都可以再见到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